這個財財很喜歡bes∞ 和兒子遊在中國 我愛國人 我愛好 叫做2014年飛躍北京領空 特別用機上廣播向大陸喊話 開啟雙邊定期溝通 正常化 今年傳輸有突破性進展 雙方僵持不下的主教任命權 聽主教媒體ASHA NEWS報導 雙邊達成共識 范提康要求廣東汕頭區 合法主教莊健健讓位 由北京清典曾遭教廷驅逐教会的 黄炳章来接任 而敏东区主教郭锡锦 还被要求自动退位 并降级助理主教 让给北京的人马沾思路 让非法主教来成为正式的主教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前大使认为前所未见 也质疑教廷失去本身立场 因为根据报导 庄建坚两度被迫让位 他老泪纵横说 宁可背上不服圣命的十字架 但如果教廷为了跟大陆正常化 而做出最大让步 这确实让台湾在欧洲唯一一个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邦交国岌岌可危 接触会的会事就冲紧 有一天能够再回到中国去 这一点是 现在的交通跟以前不同的 如果这个写意之后 双方就可以开始做建交谈判 虽然陆藩建交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已经从对话进入谈判 台犯关心已经不能再乐观看待 TVB的新闻 综合部导